本节目由青奢护肤品牌 嘉兰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青奢护肤品牌 那个被拯救的人 是我 一个快乐的人 他绝对不会吵 不要用工作忙 夫妻关系 距离的远近来忽略你的孩子 只有我们勇于正视自己的平凡 我们才更有可能彰显 人性的不凡 每个人都有叫信用的通行证 他没有密码 没有那些猜疑的密码 但他可以让我们 在人心向善的道路上畅行无阻 让上善若水的爱 广阔无疆 至此 卧室演说家初选 四大战队组建完毕 四位导师与战队选手 并肩作战 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机会 诉求奖的也有意义 也有道理 将我们相信的是 各位朋友 支持嘉丽 投刘轩一票 现场投票 观众掌握身杀大权 获胜者直接晋级全国十二强 淘汰者就此止步 演说舞台 他输的人永远没有赐个赢 残酷盛奋 情感升华 导师亲自精雕洗浊 思路人生精定之美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你要加进去好吗 选手历经层层锤炼 浪汗世间大爱之言 孩子都可以感受到 父爱的存在 勇者感言 今夜战队功力赛 正式起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 我是演说家第二季 今晚赛事持续升级 导师战队的PK模式正式开启 又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说话有温度 浮水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青蛇护士品牌 夹蓝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夹蓝面膜传爱自己的美 本节目的指令容学 是由指定贵族百岁山独家提供的 本节目是由 资论亿万国的大宝赞助播出 大宝SOD密不凡有你发现 本节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个力气品牌独家提供的 青蛇护士品牌 夹蓝面膜要提示您 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根据屏幕左下方的提示 打开微信摇一摇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赢大奖抢红包的活动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观众VTV 我是演说家的官方微博 来支持你所喜欢的选手 帮助他们能够登上 微博的人气榜 同学也欢迎您 能够下载延纸APP 延纸APP是 我是演说家的 无一官方指定的报复通告 那您可以用手机来拍摄视频 上传至延纸APP 这是一个说话 就可以赚钱的APP 我是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见证 语言的力量吧 欢迎三位导师 欢迎华少导师 欢迎张卫健导师 欢迎鲁毅导师 接下来掌声欢迎今晚的 手类导师 M导师 乐佳登场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好 我是无名队的教练 我是乐香 乐香我爱你 我也爱你啊 乐香我全家都爱你 不是 为什么我们要表达对他的爱 不知道我只是顺着DK哥话讲 我也觉得有点怪 光模作样也要表示一下 天理后兵嘛 好啊 今天我会手下留情 但是我不清楚 我的兄弟们会不会手下留情 走着看吧 上座 我突然间发现了 佳导师啊 这个你跟卫健导师 真的是长得果然越来越像了 而且刚才您说 您那个战队的名字叫 无名队 你那么有名的一个人 怎么给战队起个无名队啊 无名之事不出江湖 一出江湖 也很无名 这个接得太好了 多得好 我知道华少导师的战队 叫少仙队是吧 听着就这么青春 对 卫健导师呢 密健队 密健队 听着就觉得甜 甜 那卫健导师呢 没有 我特别不会起名什么的 他们给您起了一个 叫什么 说你的战队可以叫做御花园 这样你的选手都叫御灵军 你看一瞬间档次就不一样了 对吧 御灵军 好听 每一个上来都很威武大气 好 那咱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先请卫健导师 派出第一位攻略选手 我今天必须得派他上来 他只有今天有时间 派 选手们的档期都好紧呢 说明这选手很厉害 所以档期会紧 对 我的这个选手 他的工作特别特别的紧张和要紧 妇产科的一位男大夫 他叫田奇顺 明白了 他要是再不上就耽误别人生孩子了 对对对 乐家导师 派谁来应战 此人江湖人称小马 曾经有过无限的辉煌 但是曾经也会跌落到18层地狱 好 那这一轮的对战形式是由田奇顺对战小马 首先有请田奇顺登场 我就想向大众来传播一些医学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希望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的这个差距越小越好 田奇顺在讲演当中最大的优点 也有可能会成为他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他特别的冷静 所以我怕如果你把那个对战定人一个字 在台上完全呈现的话 观众可能会有点距离感 那刘奇老师给我的房子非常强大 让我感觉 其实是可以这样写的 其实是可以这样说的 所以说我觉得 信心比上一轮更强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田医生 如何告诉所有女人 宠爱自己 就是真正的 可以让你遇到最好的问题 好吗 好 加油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在杭州来的呀 哦 哦 这么巧 这个很有趣 如果在他们医院生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太太在里面生小孩 但我们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但是小孩出生以后抱出来给我看真的很好笑 华少 你的孩子 来 你的儿子 不要乱讲 你家是女儿 哦 女儿 六个护士拍而已 千万名 再可以看小孩 那个气氛一下就觉得那个产房门口非常喜庆 对 那田大夫 下面你说 我们听 几个月前 英国的凯特王妃 在生完孩子十几个小时 就带着他们家小公主在公众面前亮相 这件事震惊了中国人 无数的网友吐槽 说 诶 凯特王妃怎么不做月子 我们中国人认为 一个生完孩子一个新妈妈 你怎么能洗头呢 你怎么能化妆呢 你怎么能穿高跟鞋呢 你刚刚生完孩子 你怎么就穿上短袖穿上裙子了 更何况你还把孩子给抱出来了 中国人被震惊了 这反过来又震惊了美国人 美国的洛杉矶邮报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来向美国的大众介绍一种神秘的东方习俗 月子 其实外国人生完孩子也要恢复 所有的女性 生完孩子都要经过一段时期 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到怀孕之前的状态 那你说恢复就恢复吧 你长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一些禁忌 很令人费解 你比方说东北的婆婆 她就说月子饭里面不能有酒 这浙江温州的妈妈就说了 这月子饭里面一定要有酒 她下奶啊 内陆地区的婆婆说 坐月子可不能吃海鲜呢 是发物 沿海地区的妈妈就说 坐月子当然要吃海鲜呢 这是进谱啊 你看 全国各地的月子习俗都不一样 以至于为了坐月子 还会引发家庭矛盾 不久前还有一条消息 说是有一位产妇 在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 因为五月子 结果发生了严重的产入中暑 造成死亡 我是出于一种专业的好奇 然后我就去翻阅很多国外的产科教科书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对产入中暑 这个疾病的介绍 我很奇怪啊 一个在中国可以致死的疾病 老外他们不去研究 然后我再翻看 国产入中暑这种疾病的原因 就是避风寒的习俗和炎热的气候 炎热的气候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但是避风寒这种习俗 这些五花八门的月子习俗 是中国特色的 从而让这个产入中暑 变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疾病 一个可以要了你命的 中国特色的疾病 也许有人会说 我阴天下雨 我腰酸腿疼 就是没做好月子 其实腰酸腿疼这件事呢 是怀孕和分娩之后 非常常见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 因为你怀孕了肚子大了 肚子大这个脊椎会被带着往前吐 这样从而使你整个身体这种骨骼系统都会产生一些变化 然后你身体不能立马适应这些变化 就会产生一些不舒服 这些不舒服就包括了腰酸腿疼 当你怀孕结束了 生完孩子了 它慢慢就会好起来 只不过它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又去查了 结果我查了发现 原来坐月子 起源最开始 它不是在医书里面的 它是在礼记里面的 它压根就跟什么医学健康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他们规定 不同等级的女性 你坐的月子不能一样 王公大臣 他们那些夫人们坐的月子 和你平民老百姓坐的月子 不能一样 他们又牵强附会了一些医学的东西 你比如说月子病 就是说坐月子 你必须按我的规定去坐 如果你不按我的方法去坐月子 你就一定会得月子病 就是说你如果不听话 我不把你关起来 我也不打你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得病 你得了病还好不了 在正规的医学里面 是没有月子病的 所以说这个月子病 它就是一种心病 趋利避害 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 我们总想让自己尽可能少地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会说 还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吧 从而让一些传统的落后的一些观念 大行其道 在缺乏现代医学的指导情况下 我们给自己套上了层层的束缚 然后我们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 才会让有的人 为了担心月子病 而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夏天 还要去避风寒 还要去捂月子 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所以说 不要再让月子病这种骗人的东西去害人了 不能洗头 不能洗澡 不能刷牙 不能下地 不能出门 不能吹风 不能吃这 不能吃那 这些习俗 让它见鬼去吧 我请大家相信 医学 不是用来束缚人的 更不是用来诅咒人的 医学 是用来帮助人的 谢谢各位 不错 吉顺 很好地完成了这篇讲演 我觉得第一个上场真的不容易 给整场都打下一个很好基础 所以您的完成度非常非常好 这是一篇专业性非常强的演讲 从演讲本身来讲 我觉得月子这个事儿呢 你有点吃亏 就是因为做月子 其实是大家都 在心里已经没守成规 或者已经瞬息自然的一个法则 对 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对女性 或者对自己一个好的照顾方法 对吧 咱们还催生了很多行业呢 比如说咱们有月子阿姨 月子中心 月嫂 对 而且月嫂很凶的 月嫂非常凶的 费用很高 月嫂不是照顾妈 是照顾孩子的吧 月嫂是这样的 她照顾 两个都要照顾 照顾小孩 当产妇烧菜 然后她来了以后 她是这样的 就是爸爸她不管的 谁管你啊 我老婆生第一胎的时候 就是我老大屠生的时候 月嫂来了以后 每天开一个菜单 早上七点半 去买菜 然后我就去根据她的菜单买菜了 买完菜回来以后 我买的量是三个人吃的 就是我太太月嫂三个人吃的 她把两个人的份做好了 她自己吃我太太吃 我那份要我自己做 你没有很大这个钱 你不是她的服务对象吗 对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一开始你讲很多各地的习俗 她是矛盾的 现在很多观众就 对哦 很好笑 但是当你讲到 你完全用两三个字 很严重的 有批判月子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有点沉默 那她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她真的完全不对吗 也许是 你很想告诉大家 这个科普的事情 你完全没有错 但是会不会 如果收一点点 可能会更加的好 但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今天第一个书场 把乐嘉老师这一场 她的手类难度升到很高 当我作为听众的角度上来讲 我其实希望听到一些 为什么中国人要坐月子 因为如果是我妈听了 今天的这个演讲 你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家家户户都在坐月子 那我们几千年都是这么传下来的 你凭什么说坐月子不对 那坐月子肯定也有坐月子的这个好处 那老外不坐月子 长大了以后 他们也会得很多病 你这个在你的演讲里面的证据里面 关于这个部分的回答不够详尽 你的炮弹应该再明确一点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顺序的 它先是讲了就是各个地方 靠海还有内地 这样的观念是矛盾的 还要讲到坐月子这个 其实来历是从礼记那来的 它不是从医学角度 而是从束缚女性 两性不平等角度 起源其实也讲到了 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脉络 其实关于坐月子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叫产入恢复 我们并不是说你生完孩子 你就不能在家里休息 你就不能恢复 而且我们是要推荐大家 生完孩子一定要恢复的 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的 只不过是坐月子的 有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习俗 一些禁忆 我告诉大家 没有医学根据 就是说下床这件事 在月子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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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说三遍 为什么一定要下床 一定要下床 因为孕产妇 血液是高凝状态 如果你冻得特别少 容易形成血栓 血栓脱落 如果跑到重要脏气 会形成栓塞 肺栓塞是会要人命的 就是不下床 不下床 是有生命危险的 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说坐月子 就是说坐不能下床这件事 是决决对对 大家不要去听 今天我们几个导师的意见都 跟你探讨过了 好 要不就请乐嘉老师的选择 好啊 来 我们请出小马 为什么小马把他头发留在地中海 我像一个没有长毛的刺猬一样 我抱肌 武装起来 我生怕别人嘲笑我 攻击我 我要跟你踢一样的光头 人生最大的快乐 就是让敌人痛哭 爱啊 乐老师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老师 他很有感染力 所以在他的教学当中 我会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 跟他在一起 好像一起打仗一样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以后你朋友的问题 我一定会在他 你要加进去好吗 他真的是一门功夫 不断的练习当中去找感觉 我有信心 乐老师 我不会让你丢脸 我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其实我觉得小马 今天你的整体造型 会有一点好像低调的奢华 好好加油 我期待你的好的战绩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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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老师好 大家好 今天你的形象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 上次穿得很精致 我记得上次还是袖扣 对 因为今天跟我的主题有点关系 本来我是精心打扮 老师一看说不行 这个太华丽了 这个跟你的主题完全不搭 所以我就说好吧 那我有一件还蛮算破的牛仔裤 我就把它给穿来了 你们老师好有心机 自个打扮得很华丽 不让学生穿得华丽 但是你们老师的上衣 和你的裤子好像还蛮情侣色的 对 我没有像你心机这么深 自己穿这么华丽 不让人家穿还说你心心不重 怎么都有的说 接下来 小马 我们听你说 在我今天演讲之前 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请问在座的哪一位不喜欢钱的 包括几位老师 有的话请举手 OK 很明显大家都蛮喜欢的 我曾经很爱钱 钱可以满足你的欲望 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钱可以做很多很多 你想做的事情 钱太棒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讲 我们家非常的穷 那时候我妈说 小偷如果进来我家 是会哭着出去的 我们一家六口呢 跟我大伯住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 具体有多小呢 就是如果说临时有客人来我们家要做客 要过夜 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可能要站着睡啊 后来呢 我爸爸做生意赚了大钱 我们举家呢搬到市中心去 爸爸为我们买一个大房子 哇 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 够大吧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钱的威力 从那一刻开始 我决定了 我将来长大 我一定要赚更多的钱 后来我很幸运的 我成了一个艺人 我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赚了很多的钱 赚了钱怎么办 花 我去买名车 买名牌 我买名表 我去高级餐厅 我到处旅行 你知道男人口袋有钱啦 心就花了 我那时候女朋友啊 一个换一个 我好开心哦 我用钱满足我所有的欲望 但是 钱 也让我的生活 慢慢地沉沦了 我开始喜欢上夜店 我几乎天天跑party 夜夜升歌 我这个人个性非常热情 我喜欢呼朋影伴 所有人围在我旁边 我就开心 如果没有人的话 我就不开心 玩得不够爽 那个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马哥 今天开始以后我们俩兄弟了 以后你的事就我的事 知道吗 随时染料给我 OK的 包厢 一个换得比一个大 人来得一次比一次多 但是有一次 我到一边夜店 有一个女的 看到我大老远 往我这边跑过来 马哥 好久不见啊 我昨天晚上跟她唱 KTV到天亮 她跟我说好久不见 后来更夸张 我每次办party 到最后 来我包厢里面的人 他们叫什么名字 是谁的朋友 是干嘛的 我全部不知道 每一个人搞得跟我很熟识的 马哥前马哥后的 把我捧得高高的 我好开啊 好开啊 但是我只知道 我每一次醒来的时候 我都是在满地的酒瓶堆当中醒来 我看着地上的酒瓶 我就想 如果这每一只酒瓶 是我一个朋友 我现在躺在这里 有谁会过来把我扶起来 我那时候感到一股强烈的空虚感 我觉得我不快乐 难道是我赚得不够多吗 哦对 一定是我赚得不够多 我开始想另外的方法 我要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终于 我撞南墙了 有一次 我亲信我一个兄弟的话 他让我投资了一个完全不在行的生意 到最后 他夺走了我的一切 还把我一脚踢开 带走了我当时的女朋友 我几度不想活了 过没有多久 五十年来最大的台风 莫拉克席卷全台 我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机 看着所有新闻的片段 报道各地的灾情 一村被灭了 两村被灭了 房子全部被埋没了 我看到电视机 前面那一张一张 无助 恐惧 绝望的脸 突然间我 我悲从中来 我觉得这个灾难 根本就是我内心的写照 因为他们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那个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 我要过去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我看看我能够 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准备发动一些朋友跟我下去 但是当我拿起电话那一刹那 我不知道我该拨给谁 我一个电话都打不出去 因为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朋友 我把我的想法 放在网路上面 没有想到回应我的 全部都是来自于网路 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而当时跟我每天吃吃喝喝 成兄道弟的朋友 没有一个出现 否刺吧 卷起袖子 我前进灾区 灾区给我第一个眼睛 看到的景象 我震撼了 南木苍蝇 又浩解两个字来形容 空气中布满了尸体的味道 看到这个景象之后 我这一点算什么啊 我突然间收拾我的情绪 我只有一个信念 救灾 整天救灾结束 我拖着平备的身躯 我躺在一个泥泥的地上 我好放松 那个时候有个老婆婆 拿了一杯水 往我面前走来 一场风灾 她什么都没有了 她只有剩下这杯水 跟我说声谢谢 我看着她充满感激的眼神 就在那一刻 我内心里面 所有的空虚 寂寞 悔恨 痛苦 通通不见了 我被一种 我说不出的满足感充满着 那比我以前夜夜生更 用钱去买的快乐 截然的不同 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我现在可以在这里 我去帮助别人 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我哭了 因为我以为我是去救灾的 我没有想到 那个被拯救的人 是我 师彼寿有福 助人为快乐之本 这两句话 我小学就知道了 但是我却花了 三十年荒唐人生的代价之后 因为一场洪灾 一个无私的付出 一杯老婆婆手上的水 我终于明白这两句话 真实的意义 现在我还是一样 认真的工作 我努力地赚钱 可是我不再用钱去买快乐 我不再 拥拥拥拥 急急忙忙去追求那一切 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富 各位 钱不是不好 钱还是很重要 但是 当你不断地在追求它的时候 你千万记得 你不要迷失在钱的世界里 当你真正拥有它的时候 你更不要忘了 你多帮助一些人 你不要穷得剩下穷 谢谢 谢谢 张力 真诚 有学 也让我想到我人生当中 我收过一张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机票 那时候 我用我自己的血汗钱 买了一些房子 买完之后 马上就来了金融风暴 然后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 我接到我家里人的电话说 如果我们再找不到钱 去付贷款的话 下个月 你要申请破产的 马上我们的房子就要被银行封楼了 没了 什么都没了 就只剩下两个礼拜的时候 我有一部戏播出 播出了五天之后 打破了很多收视率 然后有一家经纪公司 有一个老板 马上抓住我 要跟我签约 签完约之后 我说 我马上又破产了 老板 你能不能帮我渡过这个难关 然后他二话不说 开了一张支票给我 帮我渡过 帮我渡过了这个难关 然后他送了我一句话 他说 学到的就要叫人 赚到的就要给人 这个老板你们都认识 他叫刘德华 谢谢 非常感谢小马 我们乐嘉老师一直在抽气 哪里都夸张 我应该把这个叫什么 哽咽 他没哽咽 他没有哽咽 其实作为对战双方的 这个选手的导师 讲话比较微妙 但我必须要说 我特别相信你的那个真诚度 但就你的情绪可能从始至终 一直是很饱满的 尤其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很棒的一个主持人加演员 所以某些时候我内心会有一些不确定 刚才是小马 真实的状况 还是他作为一个成熟的 棒的演员跟主持人那种表现 再有就是 你整片的这个铺排 情绪的走向 故事的走向 其实有一点点我能够预见到的 其实还缺一个 就跳出常规 让我稍微吃惊的一个东西 可能这个是欠缺的 鲁律老师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你应该去到奥斯卡去冲击影帝 你看你每一个地方 怎么能够流出眼泪这么的顺畅和自然 怎么会情感那么饱满呢 一切来自于真实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走了愿望的路 我的人生这么多的经验 我如果没有把握这个舞台去讲 我觉得好可惜 我希望我来到这个舞台 大家给我机会的话 让我慢慢慢慢慢慢的讲出来 我生命当中还有好多 好多好多很精彩的故事 如果你们得到什么的话 我就是得到最多的那个人 来 我们有请鲁律导师的选手田奇顺 真的是强强对战啊 一开场两位选手的实力都很强 华少导师和张维健导师 你们要很明确地给出你们的一个态度 不可以再做好人了 好 你们要明确表态 两位选手你们认为 谁的表现更打动你们的心 小马 因为相对来讲 田大夫他并不是演艺圈的 他并不是属于舞台的 可是小马呢 他是背着包袱来跟大家赛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票我得要投给小马 谢谢张维健老师 不客气 您确定您这一票投出 和你们一致的发型没有任何关系 Absolutely no any关系 好 接下来华少导师 您这一票要投给谁 对我来讲真的非常的难 小马讲得非常好 而且他属于舞台 但是呢田大夫今天的成长 和他的进步 其实我看得也非常的清楚 那就站在这个相对更加有悬念的基础之上 我投给田极顺先生 因为今天无论是成长 还是他对工作的热爱 以及他带来的这些知识 和他演讲当中的投入性 我觉得也都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谢谢 您确定您这一票的投出 跟孩子在他们那生的也没有关系 我没有打算生第三个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舞台真的很棒 让各种各样的在这都讲你们想讲的 有人讲故事 有人讲知识 作为导师我其实对于田极顺的表现 我特别特别的满意 完成度非常好 小马的表现 我觉得内心也真的很钦佩 我觉得很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就跟小马说一句话好了 你会让所有看过你上一场演讲的朋友 会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的 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自豪 谢谢 您说人家已经夸了你的学员了 你拉票的时候 连人家学员名字都没提过 我觉得我对于极顺的最大的爱 做一件事就行了 我下回生小孩的时候 我送到田极顺那里 让他跟我结生 我觉得这就是对他最大最大的爱 你这个操心操太早了 等下有了老婆在考虑生孩子的事 现在言归正传 到了我们全场的300位观众 为他们两个人投票的时间了 各位你们的每一票 接下来将直接影响到 这个选手的成绩 和他们的命运 投票开始 他用国爱的情怀 以及医学知识 他用岁月的积淀 分享人生摆摊 观战的事各有所爱 分为渲染各国千秋 谁将率先成为本纪 卧视野术家 全国十二强 让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小马成功进行 恭喜 很谢谢大家 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有更多我的故事 我需要能够把它分享给大家 我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 好 再次恭喜小马 谢谢 恭喜一下 原浅顺 他其实挺平静的 他一直都是一个保持微笑的人 我的目的其实是达到了 因为我是要通过这个节目 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一些 跟医学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想就已经做到了 所以明天回去之后 继续好好工作 把更多健康带给大家 好的 稍等 我有一个东西 谢谢 谢谢 其实不想今天给你的 但是因为你要走了 就先给你 谢谢 谢谢 像不像 很像 还挺像的 还是有一些遗憾 谢谢 那咱俩相约 万一我要是有啥 我就去找你 他讲得很不错 可是观众还是会更喜欢 笑的 哭的 像小马那样的讲演 向你的同事们表示敬意 好 谢谢各位 加油 加油 你用年纪的态度 将工作视为一生使命 你用不爱的情怀 将医学知识 普及大众 愿你继续怀揣着这份热忱 迎接荣耀的明天 好 接下来我们的比赛 要继续进行 华少导师 是 你要派谁出战 这一位 他的估值是几十亿人民币计算的 公司的创始人 但是 我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 他极其简朴 维持着对自己很高的要求 而今天的这一篇演讲 我跟他来回之间的推敲 多达十多次 我推翻了他四篇演讲 他否决了我四次提议 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 他的魅力就在于 当他坚持且相信 那一份正能量的时候 就是作为一个演说家 最重要的信仰存在 我对出战的是 张庆南 张庆南 那乐家导师 你要派谁迎战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做 吕强 这一轮张庆南对阵吕强 首先有请张庆南登场 战役的思考 理性的表达 学会意识到 在自己的朋友圈之外 还有一个庞大而沉默的世界 我喜欢你在舞台上的从容 你对自己的控制 对声音的控制 节奏的控制 这个不错 欢迎你加入少线队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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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华尔给我最大的建议是 当我讲故事和讲观点 和说道理的时候 这个状态一定是要分开的 这样大家听起来的时候 才是有起伏的感觉 才能真正进入 我要讲那个话题里面去 你在舞台上不够沉着 你在舞台上 就是那个相信 和那个沉着的力量 没有展现出来 也至于你有点平 我希望我说的东西 真的是对大家有帮助 能够引起大家思考的 所以我希望的是在第二轮 甚至我希望走到 更往后的过程中 能够证明 华尔老师当时的眼光 是正确的 他能看到我身上的潜力 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潜力 爆发出来 华尔老师好 四位老师好 怎么样 秦南 我其实本来很紧张的情绪 在后台已经稍微平和了一些了 然后刚才听到华尔老师 在做对我的介绍的时候 我突然又紧张起来了 他给我交了真的是最多的稿子 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思考 然后一直到今天 即将讲的这一篇 讲这一篇 有一点点小风险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讲的很好 因为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秦南 OK吗 你说 我们听 各位好 来 我带大家讲一个赚钱的捷径 很简单 三步就OK了 第一步 我们现在街上找一个 比较偏僻的街道 然后当你看到有车经过的时候 你就要快速地跑过去 躺在车的面前 当然你要注意车速 第二步 当这个车停下的时候 你要快速地掏出手机来 做出非常痛苦的表情 然后自拍几张照片 你们是不是以为 我要教你们碰瓷啊 其实不是 关键是第三步 当这个司机已经吓傻了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非常淡定地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土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方形的盒子 很诚恳地跟他说 来 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买一个行车记录仪啊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玩笑 不过在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人倒在街上 我们内心这种纠结是真的 不服吧 良心在颤抖 我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服呢 钱包在颤抖 我这个几十亿也不一定够啊 其实 遇到老人摔倒要不要服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几年前 在比利时 也有一个老人 走在街上的时候 心脏病突发 倒在路边了 然后一个年轻人走过 一看 我去 手表还不错啊 顺手摘下来 戴自己胳膊上了 但是走了几步之后呢 这个年轻人突然有点良心发现 于是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最终 老人得救了 警方根据这个年轻人打的电话 顺藤摸瓜地抓到了他 各位 如果你是法官 请问这个年轻人 我们怎么判 这个例子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先卖个关子 回过头来 讲讲咱们身边的事 上周 在天津 一位乘客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把手机不是拉在了车上 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呢 往返了四次去给他送手机 因为沟通不是很顺畅吗 当手机最终送到乘客手里的时候 这个司机管他要了 八十块钱的出租车费 结果 这位乘客把这个司机给投诉了 我估计这位司机 在接到投诉的控制的那一刻 一定非常崩溃 因为他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我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 最终就变成了一个坏人 在我们平时的文化体系里 好像只有那些无私奉献的人 才是品德高尚的人 你做了好事 我们宣传的是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 而你现在做了好事 你居然还管别人要钱 我觉得我呸 所以一般我们看报道 什么样的人是好老师呢 就是那些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 在贫困山区里默默奉献几十年 为了不耽误学生的一节课 甚至自己的孩子生病了 也要忍心把他扔在家里 那什么样的人是好领导呢 就是最好自己一贫如洗 然后把所有的工资都捐献出来 捐献给那些贫困儿童 然后忍着病痛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最重要的事情是 这些人千万要深藏公与名 千万不能接受任何岗位上的提升 和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一旦你试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 马上就有一些人蹦出来说 钱 你看我早就说他是装的吧 终于装不下去了 各位 我们从来不怀疑那些 无私的奉献者们 他们品格的高尚 但是让我们思考一下 在我们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 有私心 自私 到底是不是一种原罪 户需变法失败之后 盘思同说 我们的革命需要流血 我愿意做中国革命流血的第一个人 所以他选择了留下 而与此同时 康有为和梁启超选择了保护自己 东都日本 我们能说康有为和梁启超不是英雄吗 所以才有了谭思同那首 名垂千古的绝命诗 我自横刀 向天笑 去留肝胆 两坤仑 所以咱们要反思 当我们把好人的标准定得过高 认为只有做到完全的无私才是高尚 认为好人就必然的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在鼓励大家去做好事 还是把更多人吓得根本就不敢做好事 我们到底是会让好人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 孔子就有过这样的思考 当时鲁国发了一个告示 说所有能从国外带回我们鲁国的人质 每带回一个人赏黄金十两 然后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 他从国外带回了两个人质 但是却拒绝领了这二十两的黄金 子贡当然非常自豪了 就发了个朋友圈 说你们看来 哥们儿视金钱如粪土 牛吧快来给我点赞 孔子怎么说的 孔子说你小子别嘚瑟 你真以为你做了一件好事吗 今天你没有领这个奖金 那以后谁再胆敢领这个钱 大家就会觉得这人臭不要脸 那长此以往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还有谁愿意去做这样的善事 所以各位 我们要理解 在不损人的前提之下 利己本身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甚至相比那些毁家疏难式的英雄壮举 它更有可能让我们乐于做善事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 我就会觉得 我自私地赚钱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善性 因为这必然意味着 我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收入 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税收 这有什么不好呢 回到之前比利时的那个例子 各位现在心里有结果吗 最终的审判结果是 这位青年被法官宣判 无罪释放 针对这样的审判结果 法官写了这样的一段判词 如果我判了这个青年有罪 可能以后确实不会再有人趁火打劫 但是我不保证 当他们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是否会选择 视而不见的走过 我只是想说 法律的功能 除了要承恶 也必须要扬善 而我们在做所有的政策 所有在建立所有的 这样的导向的时候 除了除恶物界以外 我们能包容并且理解 我们每个人身上小小的私心 是不是更有可能让我们 乐于去做善事 比如那个无奈的出租车司机 如果我们早就有明确的规定 规定司机在给乘客送还物品的时候 可以按照实际的里程来收取车费 我相信他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 还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善的种子 当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这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反应 但为什么有人会把伸出的手又缩回来了 这恰恰是利弊的权衡 作为舆论的围观者 我们要理解 其实有私心并不是一件有错的事情 当危难时刻 我们会看到英雄挺身而出 这个时候我们为他们鼓掌 但是请千万不要把英雄绑架在道德的高地之上 让他们不得紧过 所以各位好人 我们一定要勇于保护自己 因为我们受到的每一次伤害 都将动摇其他人伸出援手的勇气 只有我们不吃亏 其他人才敢站出来 只有我们勇于正视自己的平凡 我们才更有可能彰显人性的不凡 谢谢 非常的好 今天都比彩排做得非常的好 所有我们队的队员一定会为你骄傲 因为你真的讲出了一件 对 有点烧脑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讲的事情 非常的好 特别特别感谢华尔老师 我真的没有想到 华尔老师是这样一个 特别特别关心我们的人 他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们去杭州来参加 讨论和培训 第一天就给我们设计了 所有的服装 所有的配乐 包括所有稿子的方向 讨论那天半夜三点的时候 我们已经实在困得不行了 然后华尔老师说 这样你先回去吧 我替你继续想一想 我当时真的是 就没有想到一个男人 对男人会是这样的 你选择了一个 其实很新颖 但是有一些 悬的一个讲述方式 一个故事 你不一切讲完 你分成两段 这个很新颖 但有点难度 唯一的有一个例子 我要给你探讨一下 就是你讲到 那孔子的那个例子 其实他其实还有一个 相反的例子 就是孔子的另一个学生 叫子鹿 然后子鹿呢 在河边救了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最后 为了感谢他的救人的 这样一个行为 送给他一头牛 然后子鹿特别欣然地 把这个牛接受 领回家了 然后孔子特别高兴 说你这样比较好 因为你这样的话 大家就勇于去救人了 我喜欢这个例子 更简单 我听完我很激动 激动的原因是 等会儿队里面出场的吕强 他讲的主题 和你们家张庆南讲的主题 几乎有异区同工之妙 那我还很期待 庆南曾经是一位 非常优秀的辩手 他是学校辩论队的四辩 而且拿过最佳辩手 我否决他的提案的时候 他就冲我 他就来了 我怎么听你讲完以后 我更激动了 因为好像我们 即将出场的吕强 他也是一个 曾经有辩论的经历 那这不是很好吗 非常好玩 好了 那等一下你会怎样 还要取决于 跟你一起来比赛的吕强 他的表现是怎样 我们把舞台 留给我们的 理论上的对手 其实是我们的队友 有请吕强 沉默有千军之力 言论才有自由之光 你跟我 我帮你提升你的力量感 你就最简单的话回答我 什么事情不是爱 相对来讲 六个人里面 我最担心的是李强 他缺少人生的经验和阅历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面 他没有强烈的感受 你知道不知道 我带你是带的最苦最苦 在六名选手当中 可能我是最年轻的 而且我的话题性 还有我的标签性 都比较弱 按他的话讲 就是他最头疼的选手 我希望用一个 最精彩的演讲 让他感觉 他的这个学生 是值得付出的 你现在马上要进场了 紧张吗 肯定是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兴奋 今天好好地发挥 然后一定期待 你最好的表现 好的好的 加油 各位导师好 在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才在后台应该听到了 你的前面讲的对手 跟你一起 有个同样的经历 人家也是做过辩论的 对 而且这个经历 特别特别地有渊源 因为曾经 我在辩论场上打辩论 他在下面当评委 所以他是你的前辈 绝对是前辈 你看你年纪比别人轻 人家是几十亿市值的老板 你看上去 这么屌丝的一个样子 人家打辩论的 屌丝穿成这样啊 他这个服装是接来的 好不好 你以为他有这个服装 今天整个都挺浮夸的穿的 这身衣服是节目组准备的 但李强 你上一次穿的什么 我完全都忘了 跟今天完全不同 就是白衬衫 黑裤子 他认为你这个服装 特别浮夸 咱就不带了 好不好 鲁俊老师的审美是最准的 他怎么说 咱们就怎么干 好不好 咱们穷人也要穷人有志气 明白吗 好好好 OK 好不好 来 哎呦 顺巾舒服多了 你还想脱掉点什么吗 呃 不会说我自己的选手好话 我也不会为他做广告和做宣传 废话少说 吕强 咱们开始听你说 刚刚沁南哥有数十亿市值的公司 我这有一张信用卡 透支额度六十万 并且没有密码的信用卡 如果有一个人 只问你借二十五块钱 而你身上没有其他的零钱 只有一张信用卡 你会不会借给他 如果是你的家人的话 你会不会借 会对吧 如果是朋友的话会不会 会 有人说不会 有人说会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而且是一个乞丐的话 你们会不会 大家都在摇头 对 很多人心里面会说 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 甚至还会说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问题 但是 这样一张信用卡 我们为什么会借给家人 是因为我们相信 因为相信当中有血缘关系 借给朋友 是因为我们相信朋友的勤奋 但是如果借给一个陌生人 我们能相信什么 如果借给别人他不还 岂不是亏大法了 六十万啊 没有密码 在中国人的逻辑当中 甚至还会做一件事 为那个陌生人担心 他只是借二十五块钱 给我一张六十万的信用卡 是不是另有所图 在中国人的语境当中 就变成了一种讹人 和帕贝俄之间的增长 但是 这样一张信用卡 和一个乞丐的故事 却真实地发生了 美国纽约 有一个高管叫做哈里斯 他和朋友要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 他在门口等待 他的朋友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流浪汉 流浪汉特别战战兢兢地 开始自我介绍 说 你好 我叫瓦伦丁 已经失业三年了 我能不能借你一点点零钱 我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他就这样 特别期盼地 特别哀怨地 看着哈里斯 哈里斯动了恻影之心 开始搜寻 但没有找到一分钱 只找到这张 没有密码的信用卡 他开始犹豫 流浪汉看出哈里斯 有些难没情 他小声地说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能不能把这张信用卡 借给我 十分钟 哈里斯心中一颤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把这张信用卡 借给了流浪汉 但过不了一分钟 那个流浪汉又回来了 他说 我想多买一包烟 可以吗 哈里斯同意了 但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哈里斯 从原来的忐忑 变成了一种追悔莫及 为什么会相信一个陌生人 把没有密码 六十万的信用卡 借给他 朋友也开始骂他 你怎么随随便便相信一个陌生人啊 你也是疯了 他们两个特别淡然的 特别无语的走出了餐厅 但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流浪汉就这样 静静地 恭敬地 等在了餐厅的门口 当看见哈里斯出来的时候 他把信用卡献上 然后说 我一共买了两桶水 一些生活的洗漱用品和一包烟 你核查一下 二十五美金 哈里斯这时候有些激动 甚至是握起他的手说 谢谢 谢谢 而这个流浪汉感到诧异 明明是你帮助了我 你说谢谢 哈里斯拽上流浪汉就去了纽约邮报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纽约邮报的主编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这个信息 有一百多个读者愿意去帮助这个诚实的流浪汉 甚至有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 愿意给他一个职位 让他成为空中的服务员 这就是在美国轰动一时的流浪汉 如数凤凰信用卡的故事 或许说这样的事件很少很少 我们甚至有些不相信 但是就是这样一种诚信和诚实 换来了是六十万的幸运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没有这样六十万的幸运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 相信与不相信 信任到底价值几何 对于流浪汉是六十万 对于我们恐怕是沉重的叩问吧 不知道为何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扶老人被讹的事件 七月四川庞州 八月陕西汉州 九月安徽淮南 一次次的事件 无论是壮美壮俄美俄 总会听到一个奇妙的逻辑 你不撞人 你为什么去救人 你不撞人 为什么你拨打120 你不撞人 你为什么送他到医院 还垫付医药费 罗生门的事件演绎了千万种 逻辑却是始终的单一 它本质就是我们内心的不相信 因为我们的不相信 所以我们失去的是一条条 可以被我们拯救的生命 博山的小月也记得 也正是我们的不相信 使得一场判决 扭曲了我们的道德示范 南京的彭与岸都记得 它让我们的人心至今悬而未决 因为我们的不相信 使得我们每一字都 人人自保 然后人人自威 然后人人自伤 让善良 在良心与罪恶之间徘徊不定 在冷漠与麻漠之中 越陷越深 是时候 咱们是时候 要为这样的不相信的绑架松绑了 信任有那么难吗 中国人说 人无信则不利 说的是 信任是我们的利身之本 是一种本能 而在西方 圣经当中专门记载了 塞玛利亚人 去救助他的仇人的美德 信任是一种信仰 而萨玛利亚人 这样一个称呼 专门命名了 西方的好人法 好人法要保障的 就是那些贱义勇为者 要惩罚那些贱死不救者 在这里 信任是这个社会的秩序与法则 本能 信仰 法则 本能是我们人心本出的善 信仰是我们人心 畏惧的爱 而法则 是要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任 都牢不可破 坚不可摧 也只有这样 那样一个叫做 不撞人就不会救人的逻辑 才不会有机可乘 也只有这样 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 才不会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 回到一开始那个故事 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张六十万的信用卡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叫信用的通行证 它没有密码 没有那些猜疑的密码 但它可以让我们在人心向善的道路上畅行无阻 让上善若水的爱广阔将 谢谢 我在网上看李小龙 对着一个很高大的老外 在他的腹部上用一个寸镜 老外就飞出去 我想说的是 有力的一拳 不一定要拉弓拉得很大 然后出很多的力打出去 你有内劲的话 那个寸镜 我还是可以把你打得飞得很远 今天我就感觉到你的寸镜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用这种方法的人 是需要有一定的信心 才能够做得到的 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 为你鼓掌 谢谢张卫杰老师 其实整个演讲在节奏 在你的成长方面 我觉得二嘉老师帮了你很多 其实刚才我也跟第一哥 在交流这件事 也许这样讲 有点像是给我的学员拉票了 但是我觉得是 公共话语平台上 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佐证 我们目前遇到的困难的时候 不要一棍子打子 中国是怎么样 西方是怎么样 不要一下子说满 中国人都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个媒体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网络媒体是 不服老人 他就拿来当新闻 放在网上 大家都知道了 服老人没有人说 但是不能一棍子 打死所有的中国人 不能说西方都是对的 而我们就不对了 就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不要用绝对的语言 所以跟您分享 我们这个状况 谢谢 非常感谢 我是觉得 的确我在处理 这个稿件的过程当中 有些可能为了演讲 把它绝对地渲染化 这也是我觉得 在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失误 而且华少老师 总是能够 作为一个冷远旁观者 能够看出我的问题 这是我特别感谢的 没有没有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说实话 我是希望你讲得越差越好了 因为你是我学院的对手 但是你确实讲得相当不错 确实讲得相当不错 你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做人太圆滑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两个是两个极端 因为刚才华少老师讲的观点 我是不同意的 他说你这篇观点里面 把这个中国人的丑陋给放大了 我完全没有觉得 我觉得你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词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来改变这种现状 大家一起不努力的话 就会变成了人人自保 人人自危 最后的结局是人人自伤 这个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认为这个就是事实的现状 所以要把这个情况 把它给放大 要呐喊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关注 一起想办法来解决 对不对 这一点上 我跟乐佳老师 一直都是意见不一致的 但是有一点 我一定要说明一下 我不是说不要放大我们遇到的问题 放大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 是我们有自省的能力 但是一杆子说完所有人 这在公共媒体上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会让那些正在做好事的人 受到打击 而且话说回来 这些案件过去那么多年了 难道没有改进吗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公共话语平台上的 道德准则 就是我们要说事实 而不是因为观点 要放大我们的论据 我觉得这是我们 干这行人的一个方法 也是我们的一个职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篇讲 做好事的人要保护自己 你明明做了 你要讲我做了 这件事情我是对的 不是错的 这是我们的观点 好 今天两位观点型的事 我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我如果再 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明天媒体又会出来一个标题 乐家和华少再次呛声 没有 当然我想我们这样 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求同存异 大家对于这个人演讲的好和坏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 自己的标准和准则 所以我觉得我们君子何而不同 我们俩进兵士前嫌了 吕强里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争论 缘起什么吗 一个讲演 我觉得引起别人的争论和思考 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而且我两轮的场次 我都是我画是最少的 四位导师都画特别多 你们这些坏人 这样吧 直接把庆南给请上来 好 来 来 请上我们站队的张庆南 他们两个人太像了 而且照片都那么像 对 经历很像 性格很像 今天穿得很像 讲得很像 长得又很像 那就在一起吧 所以这是好事也是不好 就是把两个很强的 观点都很鲜明的队员排在了一起 我们很过瘾 但是问题是抉择很艰难 在这一点上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游戏 且尊重规则的人 张庆南的整一篇演讲 他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理论 放到了演讲的前中后三个部分 除以升级 这对于一篇演讲来讲 其实都是好玩且新鲜的尝试 但是在我们站队呢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希望 给演讲一些新的方法 我们希望做一些新的尝试 讲我们认为对的事 讲我们相信的事 玩得高兴 让大家发现 原来演讲有这么多的可能 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但是在面对输赢的时候 我们仍然竭尽全力 因为这是我们玩 玩得高兴 玩得彻底的时候的最大乐趣 无论你投票给谁 都请相信 扶老太太 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保护好自己 又能救助伤员 多一步 他才是真正的推动 只批评是无法推动的 要方法而不只紧要意见 事实上两位都是非常好的演讲 我跟清南给各位评审鞠躬 希望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观点 与你们能够得到共识 谢谢 好 谢谢华尔导师 这篇非常精彩的演讲 非常精彩 乐佳导师 你要不要用同样的演讲的方式 为吕强拉票 吕强我什么都不说了 好不好 好 我就一直在想 我说如果现在这个时候 我不说一些话 观众会怎么在想 就想我要不要来讲 我要不要跟大家来分析 你这篇演讲稿的结构 为什么要从问题来进行导入 为什么要从一个感人的故事 来进行切入 最后进行评论 为什么你在整个的演讲结构当中 来提出来 关于好人和坏人的这个问题 争论了千百万年 从来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我可以来列举无数的 事例分析逻辑程序 来告诉大家 你演讲的层次 有多么多的递进 层次有多么多么的分明 等等 其实我想了解 有必要讲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来讲 不是 你要说的话 早已经说完了 刚才那个时间 到底是在犹豫什么 我觉得算了吧 我还是什么都不要说了 因为我只是内心 善良地相信 观众们的眼睛 这发起来就看清楚的 好不好 乐老师有的时候 真的很可爱 他会把自己的纠结 画成一大段的语言 他会说我不讲了 对啊 那是 我的纠结过程当中 不讲就不讲到底 这个发不讲了 这个发起来以后 说不说了 这个技巧也蛮有趣的 没事的老师 你刚才那段逛口 我们都听懂了 观众投票之前 两位选手还各自都拥有 给自己拉票的时间 秦南 你先为自己拉票 我刚才在后台 听到吕翔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承担的是 共同的责任 但是作为一个 很公正的平台上 我必须还是要 说一下我基本的观点 我们基于的观点 都是人性本善 我们相信所有人 本能的善良 但是我会比他 多想的一个事情是 我们在政策制定 在法律规定 去颁布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建立在 人性本善 还是防备人性 有恶的一面的基础之上 包括我们的法律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那我希望的是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更多传递这样的声音 也能给大家讲更多的 除了观察到 事情本来的样子 也有额外的方法论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有想在 我的演讲稿最后 有一些引申出 我们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专门说了 圣经里面的 大玛利亚人的案例 然后专门说了 它是西方好人法的名字 而他在演讲当中 所说的那个比利时的例子 恰恰也就是 好人法的一个案例 所以可能在观感上面 可能不太有这个方法论 但是我今天特别 怎么说 有庆幸也有不幸 和清阳哥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一定要为我自己 拉票的话 我觉得也是两点吧 第一点 我觉得我在这个演讲当中 我用了心 也相信在座的 也用心听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用心地 投我这个有心人 还有第二点 我觉得 在乐嘉老师的战队当中 我能够打造不一样的我 这是给大家看到的 一个潜能 所以回到我刚刚 那个演讲的主题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 相信我 此刻我的表现 未来我的潜能 谢谢 想得不错 这已经有点 两个辩论人意思 想得不错 从他们的身上 真的感受到了 什么是语言的力量 如果感受到了各位 赶快拿出 你们手中的按键器 全场的观众 做好准备 开始投票 他诙谐幽默 欲教娱乐 他激情豪迈 鞭辟入异 他们是辩论同行 也是编输对手 战火愈演愈烈 谁将成功晋级十二强 让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宇强 恭喜宇强 成功晋级 谢谢大家 吕强是一个90后 真的是非常年轻的一代 我觉得看到了 他就看到了 这一代人的思考和成长 所以真的是要为 吕强在鼓鼓掌 恭喜他 好 接下来 吕强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来放一个 我一定要保持 带着对手 对我的嘱咐 带着老师 对我的教导 做一句 越来越多远 多一场 是一场的爱 秦强 你想跟大家说些什么 我现在心情 非常的平静 除了有点愧 对华少老师以外 我真的是 非常的平静 有一点点遗憾的就是 我可能关于这个世界 还有其他的一些 思考和感悟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想后续 给大家去讲的 所以我也恳请华少老师 如果比如说 我们后续的选手 讲什么样的东西 的过程中 那我希望 我依然能参与到 我们的稿子的撰写 和我们的思路的 创意当中来 当然 当然 秦强今天表现得很好 我非常非常的骄傲 当然了 其实书给这么好的老师 带领的这么好的对手 并不丢人 书得漂亮 没什么 至少我们都讲了嘛 我们也做了好的尝试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这样 无论如何 要先为为你投票的 每一个人鞠躬 也要谢谢他们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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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说一句话 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玩得很好看 然而我们也做了 我们觉得对的事情 那就好了 然后你那个公司上市的时候 也同质我一声 来吧 谢谢各位老师们 好 谢谢老师 来 跟各位老师道别 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少师 最近这个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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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 跟大家再见吧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加油 谢谢 加油 你会看到 接下来在少先队 会有很多案子 还会出租这个 有思考的男人的手段 谢谢你 各位 好 谢谢张庆南 我觉得输给他 我一点都不丢人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放心 他会继续在这个舞台上 走很远 继续说 我依然想传递给大家的东西 他的嘴一样会说给大家听 我们希望让演讲变得更加有趣 让他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而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你用理性的思考 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加油 张庆南 背负着全队的压力 当然他很勇敢 他也非常的坚持 其实我还是对他很满意 好 接下来我们的比赛 要继续进行 那马上要派出选手出战的 是张卫健导师 你要派谁 我为他抱着灯 选择他的原因呢 并不是因为他年轻 不是因为他的外形还不错 这就是真相 肯定就是年轻 外形也不错 他手上有谁年轻貌美的 他手上都是年轻貌美的 当然也更加不是因为 他是我的粉丝 而是因为我在他的身上 我看到有一 就是 这话真的好虚文 哎呀 我的妈呀 他是一个90后 他的名字叫陶然 乐嘉导师 人家的选手又年轻 颜值又高 还是粉丝 还是粉丝 对 你怎么办 乐嘉你就选一个又年轻 又漂亮又是你粉丝的 没有 对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这样的人 好粉的你 你来砸场的吗 又年轻又漂亮又是他粉丝的 在我队里 对 那你派谁呢 他是一个幼儿园男老师 我第一次被他深深地吸引 就是当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的眼神当中传递出来的那种 发自内心爱孩子的光芒 他为孩子发声音 他为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呼吁 他的名字叫 文元 接下来是陶然对战文元 首先有请陶然登场 你够了没有 然后把女儿号推倒在地 哎呀 我只是想拼尽全力去做一件 我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奋斗的事情 你会成为我的学生 你很放得开 诚恳 我觉得那个诚恳 你还是可以更多 把你自己最有性格的一面 扔下之后呢 你会变成没有性格 张文亮老师教会我 在这个舞台上 我应该来做什么 除非你们这份稿子相当精彩 他看了我的稿子之后 他觉得不是很符合我的特点 我现在就录影了 今天你还没熟 换稿子到比赛 中间也就只有一天的时间给我准备 最基本的工作要做好 就是你要把他背手 受到他稳稳荡荡 我要做张文亮老师的彩虹骑士 我会尽我所能 去尽量地表现好我自己 把自己想说的话说 把自己想做的都做了 没有遗憾了 结果就交给老天爷来决定吧 乐嘉老师 张文亮老师 今天在你做X的时候 就把爆灯的选手派出来了 我觉得张文亮老师 把我放在今天 肯定是对我很有信心的 对不对 你自己不接话 你真的太尴尬 我是想我今天给你 你们选手比导师要淡定 你是导师得紧张 我觉得 当然我是对你有信心 我当然是对你有信心 从头到尾 我都对你有信心 好好的表现 做最好的自己就好了 谢谢 来吧 你说 我们听 很多人都不理解 我为什么总是疯癫 总是扮丑 总是黑自己 但是我更不理解 为什么我就不能疯癫 不能扮丑 不能黑自己呢 我曾经也不知好歹地 想要去做女神 但是呢 老天爷就是爱捉弄我 每次当我感觉我要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 命运的黑手就一定会伸向我 小学有一年儿童节 我和几个同学准备了一个舞蹈 要代表班级在全校演出 哇 当时台下黑压压的一片 起码有上千人 我的心情痛啊 别的激动 我感觉此舞一出 我一定可以咽压群峰 我怀着无比的自信 第一个登台亮相 多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我因为用力过猛 包了这只鞋 蹭一下踢飞了十米远 不多不少 刚好落在了校长的桌上 强地忍住尴尬 然后回来继续跳舞 高中的时候啊 我进了校园歌手大赛的总决赛 我特意让我妈给我买了一件 美美的纱裙 而且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穿上高跟鞋还有丝袜 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 我感觉此取一出 我就可以成为全校男生的 梦中情人 我一脸娇羞 深情款款地走上舞台 全场又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我一不小心把我自己的裙子 扎进了我的丝袜里 从正面看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从背面看就像 光屁股一样 我强忍住尴尬 把裙子从我的丝袜里 一点一点地拽出来 然后继续开始唱歌 大学的时候 我们上表演公开课 我和一个男生啊 做记性小品 当时台下做了好多的 师弟师妹来观摩 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 感觉此去一出 我就可以成为 师弟师妹们心目中的女神 当时呢 我演一个贵族大小姐 让那个男生给我揉腿 结果啊 那个男生那天演得特别的投入 他觉得 光揉腿怎么行呢 我一定要捏脚 才能彰显出师哥的专业呀 不是啊 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他蹭的一下脱掉了我的鞋 全场又一次爆发雷鸣般的笑声 我袜子的大脚趾处 破了这么大一个洞 那本来身上肉质的丝袜 其实并不明显 但是偏偏 那天我在我的大脚趾上 抹了黑色的指甲油 那一抹耀眼的黑 穿过丝袜的洞 照亮了在场所有的人 想忍住尴尬 对着一笑趴下的搭档说 穿着袜子怎么捏呀 赶紧给我脱了呀 就是这样 每次我离女生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命运的黑手一定会伸向我 给我狠狠的一击 我照着镜子 看着自己 我这张集合了 张静初 佟丽娅 汤维 鸭蛋等众多一线女明星的脸 不做女神好像真的蛮可惜的 不行 我不能放弃 我要继续努力 有一次 好不容易有一个导演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说 我看你 长得挺有书卷气的呀 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呢 我想了半天 哦 导演 我会吹口哨 我呢 就此断送了我的星途 沦落到 去摆地摊 一开始呢 我叫得很含蓄 但是喊着喊着 我感觉我体内有一股 洪荒之力翻涌上来 甩卖啊 甩卖 我甩 我甩 头发甩甩 你不要走开 这件衣服 它只要五十块 五十块 哇 街上的人都在看我 他们不仅看我 他们还冲我笑 那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 很开心的笑 我为什么非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学别人去做什么女神呢 我就是有很多的缺陷 我就是不完美 我就是成不了女神 但这就是我 我接受并且喜欢这样的我 我是陶然 我疯癫 半丑 爱自黑 我神经大条脸皮厚 我要顺应我自己的天性 我要去做我自己最喜欢 最擅长的事情 我要演喜剧 我要做最美女邪星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相信一个爱笑的女孩 运气永远不会太差 我更相信一个快乐的人 她绝对不会吵 如果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真的女神 但另外一个就像你的梦想一样 就是成为一个女的邪心 谁说邪心不能当女神呢 邪心也可以是女神 对 我要开创这个仙河 非常好 真的 我非常喜欢 年轻貌美 太好了 唯一一点不好是 是张卫健的粉丝跟我无关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我的一个朋友 贾连 那他也会常常用自己的外形上的一些 在旁人来看是缺点的事情 来制造笑料 可能很多所谓的邪心 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 我想更多的所谓喜剧人吧 喜剧人 女生确实比较难 牺牲和所得 与外人来看都是不足道 但唯有我们自己理解 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 非常棒的表演 最后我想说一句 就是女神啊 是表达着对人家 对某一位女性的热爱 而不仅仅是美丽 只要热爱她 便是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了 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个称号 OK 听一听你的对手 他精彩的演讲好吗 OK 有请文员 请示付出品来江南联合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有请文员 首先我们要学会 让孩子有说话和质疑的权利 我觉得你发自内心的爱孩子 有个别的地方 有拿枪拿掉之前 你在讲故事的时候 随便怎么活泼 我根本不会来管你 一定要转变一个仪态 乐江老师会比较更多的帮助了我的一个成稿的能力 月亮吗 好啊 把剩下的面给你做个月亮 我对自己晋级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我从稿子的整理上包括呈现上都比上次进步很多 我相信这次晋级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希望今天你身上这些所有的食物能给到你最棒的支持 然后让所有的小朋友都更多的支持 好的 没问题 加油好不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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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导师好 健康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好 我叫文元 在我的行业里我是男神 好 因为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在我们这行业里男生实在太少了 就所以很容易就能成为男神 那接下来看看你有什么想讲的跟我们讲 文元 听你说 因为工作的关系 在过去的八年里 我经常帮助家长解决孩子的问题 在这些求助的家长中 百分之八十的是孩子的妈妈 百分之十五的是隔背的长辈 只有百分之五的是孩子的爸爸 哎 那剩下那百分之九十五的爸爸去哪了 我教过一个孩子 这个男孩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眼泪 比如说 吃饭的时候 我要先端给他 因为如果稍微晚一点 他肯定会 老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好 排队的时候呢 他也是第一个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他稍微在后边 他还会哭着 对我说 老师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啊 最轻松最快乐的 玩玩具的时候 他也一定是最多的那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一少 他肯定还是会 怎么 哭着对我说 老师 你为什么那么偏心呀 后来我知道 这个男孩的爸爸长期在国外工作 这个男孩是由 奶奶 妈妈 姑姑 一手带大的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男孩 在性别认同上更像一个女孩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男孩 缺少男人的自主和担当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男孩 少了独立的判断能力 我幼儿园里有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应该是我教过的 所有孩子中唯一害怕我的 我发现我越热情 这个孩子就越害怕 我知道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爸爸和妈妈分开以后 这个爸爸再也没有经过父亲的责任 这个爸爸没有抱过这个女孩 这个爸爸没有亲过这个女孩 这个爸爸甚至连表扬都不曾对这个女孩说过 每当别的孩子跑进爸爸的怀里撒娇的时候 爸爸会把她举得高高的 这个女孩却只能站在原地 看着别人的双脚 这个女孩只能把所有的羡慕 嫉妒 期待 渴望 眼泪和委屈 统统装进心里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女孩变得胆小懦弱 被欺负了都不敢制止别人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女孩不能调节自己 积压着很多的负面情绪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女孩不懂得和别人正常的人际交往 失去了很多的朋友 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合格的爸爸 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那合格的爸爸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每一周从小的时候开始 都会在邮箱里取出一封信 这封信是爸爸寄来的 二十年后我这个朋友出了成 美丽 善良 大方的姑娘 二十三岁那年 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宝贝 听说你要结婚了 爸爸在外地实在回不去 但是爸爸准备了一份特别棒的礼物 我会让妈妈交给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就要说了 亲闺女结婚 这个爸爸都不回来 这个爸爸也太失职了吧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他有一个好爸爸 他爸爸在他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在去世前 他爸爸写了九百多封信 把未来所有想对他说的话 全都寄托在信上 并要求他的妈妈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保护女儿拥有这份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份父爱 因为拥有父爱 这个女孩积极地面对生活 因为拥有父爱 这个女孩勇敢地面对挫折 因为拥有父爱 这个女孩可以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父爱不是天崩地裂的机遇 父爱是细水长流的温暖 亲爱的爸爸们 不要用工作忙忽略你的孩子 亲爱的爸爸们 不要用夫妻关系来忽略你的孩子 亲爱的爸爸们 不要用距离的远近来忽略你的孩子 只要你用心地关心他 重视他 养育他 陪伴他 无论你在哪儿 你多远 你多忙 孩子都可以感受到父爱的存在 谢谢 文元有一点打动我 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就你站在这儿我就喜欢你 然后你讲的是你真心相信的事 你是真心喜欢小孩 你真心在乎教育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讲的很多事情 因为你真心相信 让我有被打动的感觉 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紧张 紧张表现就你的节奏 尤其是前一半 节奏没有掌握好 有点乱 我觉得不如第一讲 那么的淡定了 对 确实是有一点点遗憾 所以希望大家让我进下一轮 我下一次就能弥补这个遗憾 我喜欢你的这篇演讲的内容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包括今天在现场的很多观众 他们看自己 以及自己周围身边的朋友 一定有很多人 他们有缺少父爱这种切肤之痛 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所有的人 都有着共同的共鸣的 一个关于家庭教育当中的问题 所以整篇演讲最重要的一点是 只要你想表达父爱 你一定能够寻找到方法 但是你可能会用种种的方法 来寻找借口 而你不给父爱 就会给孩子的成长 带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喜欢你今天这篇演讲的内容 有比赛得要分高地 来 我们先请出我的学员 好 来 有请 陶然 这一组选手很有意思 陶然明明是个女孩子 但是却有着汉子一样的性格 陶然明明是个汉子 却有着一颗女人般细腻的心思 对 所以我们俩最应该凑一顿 那就在一起吧 不错 挺配的 把它收了 可以考虑 然后因为我们下边的时候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怎么样 你觉得他怎么样讨论 我觉得这个男孩不错 暖男 大哥哥 大哥哥 这怎么突然间像到了一个 相亲节目的现场 咱们节目都可以消化 有了孩子就有幼师 然后我们还有接生的妇产科大夫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铁 配套 好 接下来 华少导师和鲁毅导师 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观点 你们二位更支持谁 华少导师 如果从刚刚这一轮 单从比较上来讲 我支持陶然 鲁毅导师支持谁 文员是有变化 有改变的 但今天表现紧张了 陶然表现一如既往的出色 我会投给陶然 我想摆数上面试一试 我打 中国喜剧女演员 弹出来的名字 一只手 可以数完了 差不多 可是我在想 我们中国有14亿的人口 为什么那么缺乏 喜剧女演员呢 因为这条路 实在是不好走 今天我们这位小妹妹 她愿意选择这一条 足以让她 帅得头破血流的喜剧之路 光这一份挑战自己的勇气 我本人觉得 值得我们多给她机会 希望各位投她一票 谢谢 乐佳导师 接下来你的发言很重要 因为三位导师 都支持陶然 你知道我当初 为什么选择你吗 两个字可以概括 值得 这一句你秒杀了你的老师 把他下面想说的话 死死地摁在了里面 没有 这话接什么都可以 我已经流汗了 你们的故事 爱就爱到值得 是因为在关于孩子教育的 很多理念上 我觉得我们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是受害者 而当我们成长到大了以后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可能把我们从父母这边 受到的这种伤害 再转嫁到我们的孩子上面 所以我认为你讲的话题 对社会有巨大的意义 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 引发起来很多很多的共鸣 我希望你能够走得更远 能够影响和帮到更多的人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我是演说家 来到第二季了 有一些话呢 我放在心里面 我从来没有讲过的 这是一个说话的舞台 而且用的是普通话 而我的母语 却是粤语 可能各位观众 三位导师 没有办法想象 我坐在这里 我的压力 可是 为什么 我还是带着胆子 接受这份工作呢 因为 我要挑战自己 我跟自己说 怕输的人 永远没有自个赢 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全场的各位观众 为舞台上这两位勇者 投票的时候了 全场的所有观众 做好准备 开始投票 他用帅真爽朗的笑容 直面未来的温浪 他用细密夺爱的情怀 用于家庭的温暖 是对手 更是朋友 他们 究竟 谁去谁流 恭喜陶然 恭喜陶然 显胜啊 好陶然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比赛 在等着你 也相信文员会使得 好多个背后的剧称 你有打算嫁给他吗 来 现在回答 有打算跟他继续走 他去嫁给他吗 不能这么草率 结婚这种事情 我跟你那个多多的交流 跟你有好闺蜜做起 好 我们请陶然 先休息一下 准备之后的比赛 加油 文员特别可爱 又在忐忑地看他导师 虽然我到这里止步了 但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我来说 从来不会停止 因为我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走的每一步 我都会把脚插进土里 永远你见不到我后退 也许我走的慢 但是我绝对会走到最后 那时候你们看到的 不只是我的背影 也是在我身后 一大堆的 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 文员 我发现你在一个特别 卡通的外表下 包着一颗特别男人的心 很棒的 真的 因为很多人总是说 中国教育怎么样怎么样 总是来做对比 但是其实中国颁发了一个文件 叫做三到六岁儿童教育学习发展指南 这个档案我看了不下五十遍了 我把它用在我自己的幼儿园里上课 我其实发现如果把这套书用好了 中国的幼儿园排在世界第一没问题 只是缺更多的人和我一样 在实践它 使用它 教育部颁发的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咱们必须得用 我很少会看到乐家导师在舞台上不说话 很沉默 因为乐家导师平时都是一个画风很犀利的人 他各种表情嘛 从抽气到微笑到沉思 我现在 我对文言有愧疚感 由于我的决策的失误 让你止步于此 我觉得有点 对不起你付出的所有的努力 乐老师您放心 以后您看到我的时候肯定是更棒的 还是那句话 笑着哭 笑着面对生活 这个距离不是要打架 就是要接吻的 乐老师最讨厌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他 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件他最讨厌的事就是 乐老师谢谢 用客气 我也试试看这个距离是什么感觉 加油加油加油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收获爱情哦 谢谢 你用英俊笑容面对离别的伤感 你将清除岁月 贡献给了教育事业 愿你用豁大的胸怀迎接绚烂的未来 欢迎接近一收看北京卫视 我是演说家 说话有温度不深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青蛇护肤品牌 加蓝面膜度假冠名播出 加蓝面膜宠爱自己的美 青蛇护肤品牌加蓝面膜也要提示您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根据屏幕左下方的提示 打开微信摇一摇 参与互动雄大奖抢公包的活动 本节目的指令用水 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主家提供的 本节目是由资论一万国人大宝散出播出 大宝SOV密不凡有你发现 同时也欢迎您能够下载手机百度 参与我是演说家全民投票 支持你所认同的观点 平凡生活中有很多的习以为常 我们愿意天然地把习以为常 和真理画上等号 因为我们觉得老祖宗开始 就是如此几千年下来 它一定是对的 但很多时候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比如今天田吉顺 他带着他的现代医学知识 来给我们讲讲 医生眼中的月子该是什么样的 原来坐月子起源最开始 它不是在医书里面的 它是在礼记里面的 不同等级的女性 你坐的月子不能一样 王公大臣 他们那些夫人们坐的月子 和你平民老百姓坐的月子 不能一样 它压根就跟什么 医学健康没有关系 就是一些条条杠杠来束缚女性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有了很多颠覆性的新的想法 也许这些很多话 您还不一定能马上消化 但其实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 在平凡中我们听到一些不平凡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和接受 而社会就在这样的声音的传递中不断的进步 今天田几顺完成了一次不凡的发声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男孩 缺少男人的自主和担当 因为缺少父爱 这个男孩 少了独立的判断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平凡的 但又是最伟大的 很多时候 爸爸们在外面努力的工作 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更好的成长生活的环境 但很多时候 在孩子们的心里 他们的愿望是很简单的 他们期待的 可能是和爸爸的一个拥抱 一次牵手 今天文员在提醒我们 爸爸们有很多事情 是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 希望爸爸们能不错过这些 你们不该错过的 做到那些 你们能做到的 不要用距离的远近 来忽略你的孩子 只要你用心地 关心他 重视他 养育他 陪伴他 无论你在哪 你多远 你多忙 孩子都可以感受到 父爱的存在 青蛇护肤品牌 嘉蓝面膜 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说话有温度 补水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青蛇护肤品牌 嘉蓝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嘉蓝面膜 宠爱自己的美 本节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菲利斯品牌 独家提供的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爱奇艺优酷 褚豆 同性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频 APP 新浪娱乐 网络娱乐 凤凰娱乐 网易新闻客服官 扎克新闻客服官 新浪新闻客服官 这一期节目 爱支持更多节目 请你给我们 第二个 北京 大家好 我是陶然 大家好 我是文元 大家好 我是金 大家好 我是小马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被诱咒的女神之后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爸爸去党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将是 调调远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将是 全欧的指示下钱 欢迎大家下载 颜值APP 到颜值APP 我是演说家 尽管专军 挑战我的这篇演讲 获胜者将有机会 来到现场 跟我们进行一场 终极辩论 敢来 你敢来吗 我在这里等你哟